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李子连的尚压模式 转回窗,虽然还没结束,但是我们没钱了,我也不想做任何交易了 就这样吧 贝莱林,干嘛来要半个赛季吧 出钱也太少了,我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1500万吧,2800万,估计他不会买 足足没被淘汰啊,发现了点奖金 下一比赛,客场队诺维奇,然后不知道是什么比赛,我们去看看吧 然后是年赛被决赛吗,不是半决赛 诺维奇的话,对手不是很强,还是模拟过去吧 有观众说我模拟比赛太多,让我降低难度 我模拟比赛跟难度没有关系,是因为我觉得比赛 就是模拟应该也能赢,而且就是对手也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或者不是很强,这应该是我模拟比赛的主要原因吧 手法阵容模拟过去吧 跳过,客场2比1又赢了 两个后卫,左边后卫一个,右边后卫一个 派一个球探去韩国啊 没待了半个月就告我都搜完了,屎都没搜出来 去西班牙看看吧 去土耳其看看 下个比赛客场对曼联啊 剃部阵容自己踢吧 右阵容稍微变一下,还是让伯格威尔金提前要好一点 曼联管要罗本在剃部席里,前锋努尼加贝尔 你想要把我吓死吗 诶呀,完美能顶到呢 让个手炮球灯砸自己队外身上 从来没见过 又犯规啊,都90分钟了 哎呀,虽然近距离一船给个点球 跟电脑梯,能不能要连点 不过客场输一个球还可以接受啊 曼联要买我的门将,看来潜力不小嘛 不卖 回到主场,接着跟曼联干 我们这次换回首发阵容 伤兵也都好了 希望能禁他两个球吧 跟曼联切还是挺难的 哦吼 好门江 内特博漂亮,弹进去了 这脚真的是不错 找到一个缝隙 最后还是,应该打到琼斯腿上了吧 梅尔,哇,库克吗 库克吗 踢出去就直接 哎呦,又是门将 漂亮,这是库克 120分钟啊 接近120分钟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把库克当封面了 非常棒一个投球啊 狮子甩头,甩到后点 小猪防守,好垃圾啊 太漂亮了,这个投球 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后凭借库克中场前的那一支投球啊 我们淘汰的曼联,终于报仇了 上个赛季是 决赛吧,应该被他干掉了吧 唐果曼联来到决赛 稍后看看决赛的对手是谁 热刺 热刺也挺强的 为什么不是诺尼哈森林呢 门将也不是不能卖 你要能出2000 我留后再去买个小黑 小黑人去也可以接受 不然的话就算了 转回窗快结束了 嗯,最贵就克鲁斯吧 3000多万也还好 我门将我要了2000万 他还真卖吃啊 我靠这点公布还得去找个门将去 太狠了吧 得把他卖出去 我才能再去找一个人 还有八个小时 算你们狠 还是要买西蒙啊 西蒙2900万,爱买不买 这个队员虽然数值不高啊 放在tip里实在是太好用了 要命了 不然去租一个 我们尝试租一下这个门将吧 潜力还不错 有83的样子 数十数值也有70多 看看能不能至少先租来 别的倒没什么 就先租一年吧 然后我们可以拿剩下这些钱 再去签一些 合同快到期的队员 我突然间有好多钱 可以先把斯特哥那名门将签了 他之前也同意过我们的报价 只不过当时没有钱就没有签 12万美洲四年核心的一线队员 希望他会同意吧 然后再看看还有谁可以签 这名后卫潜力也非常大 可能快过期了 把他签了吧 稍微涨点钱 他怎么样 看看能不能签一下 他数值将来也会非常好 接近 可能接近阿拉巴的样子吧 反正都问一圈 谁先同意就签谁 都好 再试试迪玛利亚吧 隔一年卖出去也好 数值实在是太高了 好了估计也就这样了吧 看看谁先同意再说 反正门将是希望能签来 然后再签来一名好的中后卫 德根巨了的话 我们再给他一份合同 1300万 真讨厌 他也不是这么好 浪费我这么多钱 这名后卫同意了我们的报价 非常好欢迎来到李子莲 他潜力会非常高 非常好一名后卫 迪玛利亚也同意了 太好 然后他也同意了 非常棒 看看他数值怎么样 至少可以暂时顶一阵子 我们这门将都排到前三了 这名门将潜力算也不错 也不值这么多钱吧 宇门将在哪呢 72 也凑合吧 将就吧 弹跳不错 其他呢 手边一些数值呢 位置74 还好吧 我们看看 还有多少钱 可能也就够再签个斯特根的吧 也就完了 德根同意了 好了 然后就又没钱了 也好 都花干净了 我觉得这是一笔合适的交易 因为那门将反正也不愿意呆了嘛 然后趁着把他卖这些钱 又欠这么多人 迪玛利亚扭头卖了 就又是估计3000多万吧 非常好 然后这些门将可以搭回去 然后再换一名更好的门将 德克亚什么的 被电脑一逼 反而做成了 我觉得一个更合适的交易 挺好的 现在比赛课场对胡尔诚 手画这种模拟过去吧 对手应该不是很强吧 主要这种弱的对手 提起来没什么兴趣 跳过2比1 非常好 虽然有人红盘罚了 右后卫伤了 维莱姆斯又进球了 哇 伤六周啊 贝莱林 还好我们有一个来自沙拉拉伯 那边一位后卫 跟他也差不了太多 唯一一个位置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替补 左边后卫想找一下合同 可以 他想要多少钱 2900 给你3500吧 现在比赛课场对斯多克城 手腕绒体能也还是不错 那还是模拟过去吧 这次我们看看进度 我不跳过 两分钟 内特普就进了一个球 非常好 黄牌 黄牌不是事情 贝特丽娜 有黄牌 差点双双黄牌了 然后伯拉西替不上了 伯拉西连手发替不上了 伯拉西是我卖给他的 再进一个行不行 杀起 Johnson上了 客场1比0非常好 感觉就是看这些90分钟 看右上角在这滚动字幕 也挺紧张 你又做不了什么 挺像足球经理的 日本小孩已经抽莫瓦特了吧 数值 觉得莫瓦特有机会他可以卖掉 下场比赛还是客场 对斯旺希 手上这种体能怎么样 仍然不错 那还是模拟过去吧 一颗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刚说好歹发生些什么吧 被禁了一个 又发生了一个什么 这场比赛看来要输了 跳过去吧 0比2输掉了 下场比赛对手是热刺啊 我们可能得用替补阵容了 然后转下来一场比赛是最国际米兰 博尔津 漂亮 帕欣雅起脚速度这么慢 非让后卫挡下来 博尔津的跑位人 那是太好了 借修之前有个狂暗射门 非当着右脚射 左脚直接抡起来不就完了吗 被电脑瞬间打个反击 一次什么都没有 竟然进了个球 数据统计以后甭看 没有任何意义 下场比赛就是对国际米兰的还千克厚主 千二抽得不错 我们自己尝试踢一下吧 国米 汉达 诺维奇 梅德尔 瓜林 瓜林一路走好啊 然后其他就没谁了 走两边速度非常快 千瑶约维迪奇 还好啊 米卡迪都踢不上手花啊 哇 这挺球的太糟糕了 踢了十米 还好混了个角球 啊 没有顶到 没有顶到 后卫 我靠后卫脚法太糟糕了 甲扣做得挺好的 大大出我意料 我以为内特浦呢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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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射漂亮 90分钟 1.0 一直盯着他的跑位 这个球太棒了 这个课场进球真的是太关键了 日本这个小孩穿球还不错 搓射终于管用了 1比0 这次我们积极的希望大增 好了 全场比赛也结束了 1比0非常好 课场有一个竞胜球 维连姆斯 维连姆斯这么容易伤 训练时受伤两个月 那我们上次看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场比赛没踢 这是决赛吗 果然是决赛 对手不是很强啊 这个奖杯算是送我们的吧 我们踢不正容 尝试踢一下吧 这个杯看的还是不错的 还是想要的 竟然都走到这里了 感觉每年都会几年赛杯的决赛 虽然之前比赛过都是模拟掉的 维连姆斯里也没有谁啊 哦 怕新加进吗 烤门线被救回来了 门线技术都出来了 果然不是 就差了一点点 哇靠 又踢后卫身上 不射 西蒙 不射 哎呀 飞踢点球啊 飞踢点球啊 第一次猜对 漂亮啊 李柱进了 哦 哇 方向队 看 下来 叶子都是什么呀 有劲了 简单一点吧 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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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吗 哦 都后卫发 你还不出街啊 每次都发这么棒 又进了 COME ON 电脑一个发尸还没有 每次都被我扑出来 一个地柱都没有 又进了 哇靠 门匠终于发尸一次了 哇哦 终于终于 这个杯子 冠军拿的 才不容易啊 比赛过程中这么多次射门 不是踢 都踢在人上 要不就踢偏 最后踢点球啊 电脑前十一次 前十次出就是门将 前十次 没有一次 就是罚在球门以外的地方 每次都罚进 八次摄政 一个球没进 然后奖金就一点点 踢了二十分钟 虽然也饿了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啊 感觉性价比超低 看点奖金 够我发一月工资 怎么都不够 我们这期节目呢 暂时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